天地 二败高堂 孤亲对拜 总舗主 十四弟还有新十四草 向您敬茶 总舗主 请用茶 总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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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段真敌情远 来之不易啊 希望你们能好好珍惜 祝你们白头偕老 巨暗齐眉 这杯茶啊 我就替你爹娘喝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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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了 来 送入洞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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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好 好 好 大阳 总舵主你 也应早和心爱的人共些连礼了 红花会众弟兄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是早已经把小家换成大家了 既然弟兄们都不后悔 我身为总舵主 当然要跟弟兄们同心同德了 而且如果没有满人 我们俩也不会成为生死之交 我今天也不会是今天的陈家罗 所以一切都很难测 都是天意 天意实在难测 满人窃取中途一百年 满清运势日高 而我们反清的声音 却越来越薄弱 难道真是天意难测 四哥 这些都是丧气话 难道四哥心灰了 不是丧气话 而是一时赶出 赶出 赶出 不知道 最近总是心绪不宁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四哥 从我加入红花会的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 这是条兜头填起的路 大不了意思 不过 死得要有价值 绝不能枉死 没事 可能我想得太多了 对了 对了 关于内奸的事 我已经去京城分舵查探过了 看来他们没有什么可疑的 我们这么多位当家周老英雄 陆老英雄 不知道 也猜不出谁会出卖红花会 这几天张照仲为了抓我们 几乎将京城翻了个遍 我们之中真的有内奸的话 恐怕这里早已被 以为平地了 对 我也这么想 看来上次的消息泄露 真的是走漏风声吧 以后得叫弟兄们多加小心 对 走 再喝两杯去 好 累不累啊 还好 你喝多了吧 没有 我去给你倒杯茶 不用不用 真的不累吗 不累不累 不用休息的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就是问你累不累 等一下 他们为什么不来脑心房啊 人家都喝得醉醺醺的 回家睡觉去了 你是不是喜欢他们闹啊 我去叫他们 等一下 我是觉得四嫂他们很坏 我怕他们又安排了计划 来整我们 不会吧 怎么办 你去守门 我就守在这儿 让他们计划不能得逞 反过来 我们还可以取消他们 对对对 我守住门口 来 我看你样子有点累 你先睡觉吧 我守在这里就可以了 你快来呀 床下好像有声音啊 不会吧 是不是他们躲在下面啊 让我看看 没人 没人 老鼠吧 这样吧 我先去守住门口 你在这儿等我啊 笨蛋 什么 我说你笨蛋 什么笨蛋啊 连耗子都知道来新床边 新郎却只知道守在门口 不是比耗子还笨啊 哎呀 对对对对 你看看我这个人 真是比老鼠还要笨 要不然 怎么娶一个比老鼠 更狡猾的老婆呢 讨厌了 走开 我要是再走开 我就真的比老鼠还要笨了 对不对 好 干吗不睡啊 睡不着 是太开心了吧 我们红花会 好久都没有办喜事了 也许吧 干吗 没事 对不起 干吗对不起啊 自从我们成亲以来 你一直跟着我的江湖上漂泊 从来没有给过你一天好日子 不会啊 自从跟了你过得挺开心的呢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每天都是好日子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在想 有朝一日我们将达子赶出关 我和你生儿育女 过上乡村生活 我 我们屋旁刚好有个鱼池 日落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就在鱼池旁边捉鱼 你生的孩子 一定很调皮到淡的 我们母子俩就合力把你推倒在鱼池里 你忘记了 我是会千金坠的呀 那我们就挠你痒了 然后你就钓到鱼池里 后来我们把你捞起来的时候 儿子 你干嘛在挖爹的嘴巴 因为爹的嘴巴里有一条鱼呀 那一定是一条很大很大的鱼 因为你爹是江湖有名的大嘴巴文四爷呀 傻瓜 傻瓜 你也是傻瓜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就好了 会有的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新婚燕儿 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啊 国恨未仇知仇未报 多连一份功夫多一份用处 成亲了 人也变得成福了 四哥你别取笑我了 四哥看着你加入洪花会 看着你成人 现在看着你成亲 四哥比谁都要高兴啊 玉童胡作非为少年无知 四哥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不 你听我讲最后一次 如果不是四哥宽宏大量 好 玉童绝对不会有今天 四哥 十四弟 以后我们兄弟同心 将胆子逐出关外 之后我们过平静的生活 退出江湖 好 练功要紧 快去练吧 嗯 嗯 老四啊 这个十四弟啊 还挺勤快啊 看着他成家 我真的很开心啊 嗯 有没有想过给他送份大礼啊 什么大礼啊 你想啊 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当然是得宝世仇了 对 没错 就是张昭仲 我们兄弟俩再合作一把 好 张昭仲 你不是想见红花会的人吗 有种的跟我来 我们又见面了 你 张昭仲 我们文四当家的 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跟我们回去吧 要求我张某的性命 何须红花会 赵三文四 两位当家合力啊